今日杨姨陈展鹏出席香港国际七人篮球赛活动 一身运动装的杨姨火红色亮相 便是亲身下场示范 活力十足 杨姨与罗仲谦的绯闻因聚集的热播而越传越烈 有周焊指罗仲谦向杨姨送钻戒及鲜花 杨姨今日表示没有收过 曾经签载买花只是送给妈妈过生日 而且自己有工作在身也没有闲去道贺 谁买戒指给我 罗仲谦 我没有收过他的戒指 其实我知道他那天是买花了 我知道那是因为他的家人妈妈生日了 我知道他送花给妈妈 然后新闻记者就以为那个是送给我的 我没有服气了 我没有收到 千载有不良记录 曾向前女友赋影施以暴力 杨姨称若未来的男友向他动粗 自己一定会反击 连赛之意就是罗仲谦并非自己的真名片子 杨姨以言周刊报道的钻石太小 他会买大科的送给自己 因为知道钻戒很有代表性 如果有人随便送自己亦不会收 怎么会求分呢 我哪里有戒指呢 手上我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乱想 而且我觉得戒指不是随便去送给人的 女孩子我觉得还是自己赚钱呢 就买送给自己 然后有心中有男朋友 或者要结婚的时候 才应该去买那个东西 所以平时就不要拿戒指随便去送人 你怎么觉得